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en这个附带词的用法 通过今天的视频大家一定会对en这个附带词有更深的了解 首先en的第一个用法是代替和借词de搭配的成分 通俗的记忆就是en可以用来代替de加某种成分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出有哪些de加某种成分这样一种结构 第一种情况就是de加间接宾语 也就是一些和de搭配的间接级语动词 比如parler de,rever de,s'occuper de,avoir besoin de,avoir envie de,等等等等 大家平常就可以有意识地积累这一类和de搭配的不级语动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间接宾语 注意了当用en来代替de加某种成分的时候 en的位置是放在位语动词前面 比如,je parle souvent de mon travail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 travaille 把它提前到位语动词前面 j'en parle souvent 再比如,je besoin de ces d'ordi 我们就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 ordi 把它提前到位语动词前面 j'en ai besoin 再比如,je m'occupe de ça 我们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 ça 并把它提前到位语动词前面 变成je m'en occupe 注意了,如果位语动词是一个代词式动词 那么en的位置是要放在字反代词后面的 也就是它放在ce后面 比如,你的en就放在了me这个字反代词后面 变成了je m'en occupe OK,这是de加某种成分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代替形容词后的de加某语 这是指导的就是一些和de搭配引出某语的形容词 什么意思呢?比如 être content de être fier de être satisfait de 这一类形容词呢 它都是和de搭配来引出某语的 比如我们用être fier de来造一个句子 il est fier de son fils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fils il en est fier 在比喻,je suis satisfait de ton travail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travail 提前到其动词前 j'en suis satisfait 所以我们这样听到法国人说 j'en suis sûr 那是因为信用词sure和de搭配 être sûr de quelque chose 确实是 第三种情况就是代替名词后的de加上名词补语 因为名词的补语通常都是由de引导出来的 在比喻,je connais tous les détails de ce livre 我们就可以用en来代替de加 ce livre 这个结构并把提前到位于当之前 j'en connais tous les détails 其中间的用法就是代替数量 代替数量 第一种情况 是它可以代替不定冠词 de加名词的结构 或者是部分冠词 就是代替数量的结构 比喻,je mange de la salade 可以用一代替的 de la salade 提前到免费前 j'en mange 在比喻,tu bois du vin? oui,j'en boi tous les jours 这里就用一代替了 du vin 在比喻,est-ce que vous avez des enfants? oui,j'en ai 是的,我有 这里就用一代替了 des enfants 接着,an表示数量的第二种用法 就是代替,表示数量的法语 加名词的名词部分 那法语中表示数量的方法有很多 最简单的第一种是直接用数字 deux enfants,trois stilos 接着还有不定冠词 un或者une表示一个 un enfant,une fille 第三种表示数量的方法 就是一些数量副词 比如beaucoup de,trois de,un peu de,plein de 大简单的记忆就是 on可以用来代替 表示数量的词加名词的名词部分 注意是只代替名词部分 比如j'ai une carte visite 你就可以说j'en ai une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on代替的是数词加名词的名词部分 所以这里呢 on代替的只是 garte visite 并且把它提前 j'en ai une 再比如 y'a beaucoup de stilos 你就可以说 il y'en a beaucoup 这时候on代替的是 beaucoup de加名词的名词部分 再比如j'ai quatre livres 就可以说j'en ai quatre 因为这里代替的就是 quatre加名词的名词部分 livre 那么这就是on的第二种大的用法 表示数量 OK今天内容就到这了 希望通过今天内容 大家之后可以娴熟的使用on Salut à tous 在上个视频中 我们说了附带词on的用法 那么在这个视频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附带词 y的用法 如果你已经很好掌握了on的用法 那么你将很快地掌握y的用法 因为它们的分类总结很相似 OK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大家先可以记住 y的第一个用法就是来代替 介词a加上某种成分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要做的和上一个视频一样 就是来总结什么时候会出现 a加上某种成分这样一个结构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代替a加间接并语 涉及到的就是和介词a搭配的一些间接级动词 比如penser à satisfaire à s'intéresser à replicer à 等等 同样的y的位置呢是放在位语动词前面的 举一个例子 je pense à mes vacances 我们就可以用y来代替a加 mes vacances 并把它提前到位语动词前 je pense 再比如 je m'intéresse à la littérature 我们也可以用y来代替a la littérature 把它提前到位语动词前 je m'y intéresse 所以这里要注意啦如果位语动词是代词是动词的话 y的位置呢是放在字反代词后面的 也就是放在se后面 比如这里的 它是放在m这个字反代词后面的 je m'y intéresse ok这是a加某种成分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代替a加形容词补语 涉及到的就是和借词a连用的一些形容词 那么这些形容词通常是由a来引导出补语的 比如 être inférieura être supérieura être accessiblea être aptea être habituéa 等等 je suis habitué à la vie à shanghai être habitué à quelque chose sigwainmosh 这里我们就可以用y代替a加 la vie à shanghai je suis habitué 如果不习惯 你就可以说 je n'y suis pas habitué 所以否定的时候 ne是放在y前面的 而ba是放在位语动词或者系动词后面 ok这是y的第一种用法 代替a加某种成分 接着 第二个用法就是代替 由借词 a don en sur devant dessus 等等引导的地点状语 什么是借词引导地点状语 比如 à la maison dans la rue en réunion devant moi 等等 这些就是借词引导的地点状语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y来代替它们 比如 je ne veux pas aller à l'hôpital 我们就可以用y来代替a l'hôpital je ne veux pas y aller 再比如 i ne restera pas dans ce pays 我们就可以用y来代替 dans ce pays et n'y restera pas ok这就是y的第二种用法 代替这次引导的地点状语 voilà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y的用法是不是很简单呢 和大家聊天 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